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4月5日 那新今天的时间 我在上海给各位问好 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 还是我们最近 就是我做了几期节目 来关注的就是华为 今天呢 我们来侧重点呢 放在华为的这个发布会上面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呢 这个许直军先生 他呢 可以说是公开的向中国政府呢 进行呼救 寻求保护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析 但是我今天呢 想再深入的跟大家呢 做一些交流 那基本上呢 现在我这几天的思考呢 认为2020年 极有可能是华为的生死之年 说生死之年呢 可能有点过 但是呢 对华为而言 那就算不死 恐怕半条命 也在别人手里 那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到底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呢 一起来看啊 比如说 这个徐志军呢 他在这个 回到他的发布会上面的说法 那他当时说呢 说这个 我想中国政府 不会让华为任人宰割 或者呢 对华为置之不理 相信中国政府也会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 我们知道 这个呢 是这个 华为轮职 这个 董事长 许志军 在3月31日 北京时间啊 3月31日呢 在公司年度 财报 发布会上面呢 向外界透露的 我们知道呢 之前 无论是华为终端的负责人 于成东 或者是呢 华为的创始人 任正非先生 或者是华为的其他高管 那对外发表的各种看法里面呢 基本上的主调都是 华为是有准备的啊 华为呢 这个 你如果Google不给我用 我搞鸿蒙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 其他不给我用呢 我自己来发展HGMS的生态啊 基于华为的 移动服务的生态 那你的芯片不给我用 那没关系 我有我的这个 自己的海思半导体 设计的麒麟系列的芯片 呃 5G 对吧 5G我不需要 5G我就有自己的5G芯片 对吧 然后呢 各种各种就是比较 呃 也算是比较强势吧 对外 那同时呢 比如说任正非先生 之前呢 他呼吁过 说这个 呃 中国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对吧 为了华为一家公司 让政府呢 在中美谈判当中呢 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的话 那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呢 任正非说呢 这是他不希望 看见的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一次 许直军的表态 那和之前 华为的各类 这个高管的表态呢 都不一致 那么 他的表态里面 基本上可以认为 他要诉诸于 向中国政府 寻求帮助 那就是这么一句话 嗯 许直军这个这个表态呢 他是有背景的啊 那有些朋友呢 可能是知道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呢 也有说过 那今天呢 我再简单说一下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 召开会议啊 白宫 白宫召开会议 那基本上参会的 美国的这个主要领导人呢 都做出了决定 那他们一致同意呢 对华为啊 加大制裁力度 那修改美国的这个限制 技术出口的规则 那也就意味着呢 在这个规则之下 像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呢 就不能再为华为 生产芯片啊 那这个对华为的打击呢 将是极其致命的啊 极其致命的 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许直军呢 他的发言 那一方面呢 对美对美国喊话 那相当于什么呀 威胁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企业 那你们也要考虑清楚 如果说你这么样子 跟中国来 呃制裁我华为的话 那中国政府呢 不会袖手旁观 那我们最最新的看到了 这个呃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记者关于这个问题 进行提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他认为许直军的发言呢 就表达了非常清楚啊 中国政府呢 确实不会袖手旁观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那么接下来 中美两国之间 由由美国制定的新一轮的 对华为的制裁 可能引发的冲突呢 将是非常剧烈的啊 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经历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那这样的这个大的疫情的这样一种形态之下呢 那呃 比如说中国是不是因为认为美国继续加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 而对美国的这个Face 1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呢 是不是中间会面临一些变数 啊 我想这个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说就不可能啊 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第一呢 现在的疫情如此严重呢 中国国内的需求是不是能够吃掉美国的那么大的订单啊 因为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呃 彼此之间做了初步的让步 其中中国需要采购大量的美国像农产品 其他工业用品各种各样的产品啊 那规模是极其巨大 那现在呢 中国呢 是不是有这么强的需求 需要从你美国采购 对吧 那加之呢 如果美国对华为进行新一轮的制裁 在种种因素考虑之下呢 我相信中国政府呢 他至少会去考虑使用这一个工具啊 或者是使用这样一招吧 就是停止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的Face 1的协议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贸易呢 势必又造成一次新的新一轮的重大的打击啊 嗯 美国呢 他这个打击华为的措施呢 和力度呢 呃 是一直呢 存在 那只是说呢 他因为华为他发布业绩发布会的时候呢 发现华为的这个19年业绩呢 还是保持中高速的这个增长啊 19%点几 接近20%的增长 那美国呢 就受不了了 这个一家公司啊 怎么打打不死啊 打不死的小强 那于是呢 美国佬呢 就要加大力度啊 因为讲白了 这个核心的芯片的制造设备呢 技术呢 在他手上 所以呢 他要加大力度继续来弄华为啊 其实以前的时候呢 华为每一次的对外公布各种消息呢 都尽量撇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因为在海外 他们打5G订单啊 拿政府客户啊 呃 多少呢 这个美国一直指控华为呢 和中国关系 中国政府的关系呢 过于亲密 那会不会会有后门 有数据隐私保护的问题等等 嗯 但这一次呢 这个他高调的对外公布 那华为可能是会向中国政府呢 这个寻求帮助 那这样子呢 就意味着呢 中国政府在里面呢 会对华为伸出援手 那 这个呢 也就一改了 华为之前 一直避免与中国政府产生交集的 呃 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外界认为如今全球疫情凶猛 美国更是宣布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 或者呢 或者可以再稍微缓和一下 和华为的这样一个困局 但是华为为何此时却发出最为响亮的求救信号呢 呃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一部分内容 那基本上呢 我更认为在2020年的美国的对华为呢 绝对不会手软啊 绝对会硬的会更加的硬啊 那软的呢 也没有软的 反正就是继续的更加的硬 只有硬的啊 美国倒是比较实在啊 说完硬的呢 就直接要把华为完死为止啊 那所以说2020年呢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这个高端芯片 设备厂商不能供货给华为的话 那么华为可能面临的局面是什么呢 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华为的中端手机 高端手机基本要退出市场啊 这个呢 我认为是非常现实的 你想如果美国他不允许台积电给华为供海斯芯片的话 那么他会允许美国的高通 或者是其他的像联发科三星的半导体 他会允许美国政府会允许这些企业 把他们的这些芯片卖给华为吗 我相信也也是不允许 那有的人会说 那为什么这些企业就要听美国的呢 这个就要回归到 讲白了 谁在这个世界上有最强的技术话语权 中国呢 在有些单向上可能是跟美国有的一拼 甚至呢 有些地方超过美国 比如说华为的5G 但是在就综合的这个 这个技术能力上 特别是这个高端装备的生产设备上 像三星他也摆脱不了美国的控制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华为在2020年呢 他的终端业务呢 一定会受影响 特别是他的终端业务里面的高端设备 这是其一 其二呢 那么他的手机呢 也一定还会存在 因为国内像中芯 中芯半导体 华虹呢 还是可以给他供一些芯片 但是芯片呢 基本上 比如说10纳米啊 7纳米 最多7纳米啊 可能就没有更现金的芯片 那么华为呢 恐怕只能在终端手机上面呢 做一些文章 那这是第一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华为他的这个5G 或者说企业网 2B端的业务服务 那这部分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坦白讲 我个人的认为呢 华为可能要力保的就是这一块 那这个是华为的核心 因为手机中单业务 它属于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的话 华为能打得进去 能够肯到今天的成绩 那么未来 华为就 就算他今天有所退缩 那未来呢 他还是 还是可以去 就是有所涂抹 等到他的 中国的供应链各方面成熟以后呢 他还是有机会再次去突破 但是5G和这个企业网 和这个2B端的 这种IT的这种服务的话 如果这部分能力被美国打掉的话 那么对华为来说 那就是致命的 那个是华为的最核心 能力最强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 那比如说5G系统 那华为签了这么多合同 很多国家的5G设备 还没有开始建设 那华为的5G系统里面的芯片 需不需要用到台积电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高端的制造设备厂商 制造的芯片呢 需不需要用到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用这方面技术能力去判断 那也许华为现在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他们可以用其他什么芯片 我记得之前 他里面有逻辑阵列叫FPGA FPGA的话 它是一个可编程 可编程逻辑阵列嘛 那么 之前FPA呢 都是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美国提供的产品 非常的高端 那据说呢 华为他已经有了一些办法 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 华为如果说能够保住5G 保住企业网的话 那么华为呢 基本上是保住了半条命 或者说呢 华为有了一个续命的东西 它可以活着 但是会活得很辛苦 但是就等着过几年 如果国内的供应商 像芯片供应商 制造商 如果三五年之内呢 能够起来 那华为的终端手机呢 又可以继续的再前进 再发展 那我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节奏呢 也许属于呢 更符合实际的节奏 华为的2020年呢 注定是极其艰难的 也是华为的生死之年 如果说2019年开始的时候呢 美国就通过扣押孟晚舟 那断供这一系列的遏制行动 给华为一些重击的话 那么2020年 华为面临的将是这一重击之后的惨痛 许直军向外界暗示 中国政府或者华为 受到政治不公平待遇的 待遇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可能会负责 对这个美国呢 做各种各样的沟通 在当时发布会上 回应这个记者 关于美国 或者再针对华为 推出新的管制措施的传闻 那在2019年的5月 美国将华为加入了实体清单 但四次发放临时许可证 延长至2020年的4月1日 近日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政府正考虑 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标准 进行修改 将来自美国技术限制门槛 从25% 那下调掉呢 10% 以阻止呢 像台积电这样的全球主要的芯片供应商 向华为供货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之前都有分析 此外 美国的商务部正在起扫 对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进行修改 这一部分呢 就比较严格 那你禁止外国厂商 这个用美国半导体设备 为华为制造芯片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 美国总统特朗普 是否会批准这个计划 但如果最终通过该计划 华为将面临比2019年 更加严峻的断供危机 那这一部分呢 就不再赘述 那基本上呢 就是延续了我们前面的这样一些分析 雪上加霜的一个情况呢 这里面需要跟各位做个交代的就是 徐志军 他在发布会上面呢 亲自承认了华为的储备的 备件快要用完了 而且呢 在2020年 华为全年都将处在 美国的实体清单的制约之下 这个情况就极其严重 因为去年制裁之初的时候呢 华为他下了大量的订单 那这么多的订单呢 基本上是说这个备货嘛 那就是说他的元器件啊 各种的这个这个买了很多 那放在那里 那备货 那希望呢 通过一年两年 那局势呢 有所缓解 那这一次 徐志军在发布会上面 直接说 华为的备货快要用完了 那如果说用完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情况会非常的糟糕 今年一年呢 华为都在美国的实体清单的控制之下 那除了有可能来到的美国继续的追杀 华为还必须要面对 对国内手机用户增长空间天花板 与海外市场拓展的困境 因为这个去年5月受到美国精英的影响呢 那华为手机因为没有谷歌的GMS 那么提供的呢 谷歌商店 那所有的像这种Gmail YouTube 这些应用程序呢 都没办法使用 所以华为呢 紧急推出了自己的HMS 但是海外用户 能不能习惯HMS 接不接受 华为提出的这一个 产品解决方案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 对华为来说 也是一个 这个挑战 非常的巨大 刚才提到了 这个国内的增长的天花板 那基本上呢 就是2019年的 华为手机在海外订单受阻 但是呢 华为手机在国内呢 讲白了就是很多人因为华为受到的打击 那愿意呢 去支持华为 华为的产品呢 本来也不错 所以呢 就是在2019年呢 那华为在国内的手机实战率呢 提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2020年呢 这部分的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啊 那海外的增长呢 又受到巨大的阻力 所以呢 华为在2019年呢 无论从业务面 美国的制裁面 还是呢 当前的疫情 对所有的这个需求的影响 那各个方面呢 都是坏消息啊 基本上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们祝福华为 希望2020年 它能挺过去 希望呢 它能挺的更加长久 希望三五年之后 中国的半地半导体行业呢 能够争气 能够打下一片天啊 让中国的终端企业呢 能够有非常好完善的 这个供应链 不再受制于他国啊 OK 那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 观点上想交流的呢 可以给我留言 那我会呢 看到之后呢 我觉得 OK的 我们呢 可以做一些交流啊 OK 好 那就到这里 那我们再见 拜拜